你对跑酷游戏的印象还停留在哪款游戏上呢? 是神庙逃亡一代不可谋灭的记忆 是结合了丧死元素 将动作与战斗完美融合 既带给了视觉上的快感 又将肾上腺素无限八格的传接之作 消失的光芒 还是静置边缘中感受这样极限运动 所带来最纯粹的快感呢? 不得不说一款优秀的跑酷游戏 往往具备多样且流畅的动作 相对于设计我想一点打不算的疏忽 也许就会帐送整个战斗系统 因此让消失的光芒成为了Techland的赌场 也似乎让这个类型的游戏 开启了它漫长的相望倒计师 直到20年我们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它重燃的希望 一群特地独行的开发商们 共同打交出了一款 再次将跑酷的爽 发挥到极致的游戏 幽灵行者 幽灵行者是由One More Level 联合了专注复古设计游戏的Sandy Royals工作室 与另外两个不怎么知名的小游戏厂商 共同研发了一款 相当困难的第一人称动作快节奏 赛博彭克风的跑酷游戏 这也是One More Level的第一款大作 相较于它的前三部作品 幽灵行者更样是一个惊喜 跨度是相当惊人的 这是他们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不只是画面上的飞跃性体身 更是将玩法 自作细节处理的恰大好处 你要知道一些大厂想将第一人称视角 给到玩家舒适的体验 也是要下上不少功夫的 更别说这是一款以动作驱动的跑酷游戏了 就让这家小厂制作的这款游戏 显得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引人注目 其中还有个很大的原因啊 2077突如其来的挑票 就像是时间商量好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来到了这款 异常特别的跑酷游戏上 这热度可谓是被它刺明白了 作为赛博鸿客这一题材的老餐粉了 在由于发入前 我也是抱着初热了 不玩白不玩的心态 来看待这款游戏的 对其期望可以说是并不高 只是把它当作了2077前的一道开胃彩 但谁又想得到呢 当DEMO的推出 它出乎了所有玩家的预料 尽可能将跑酷的爽 和身为忍者的酷 发挥到了极致 以至于众多媒体 纷纷给出了8分以上的评价 在3万条玩家的评论中 好评率也达到了92% 并拿下了不少想象 说实话 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一款 小作坊的线性游戏 能掌握如此之多的赞誉了 那么英零行者究竟喜欢怎样的游戏呢 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座 充满了暴力的塔头城市之中 你所扮演的是一个由程序与肉体 完美结合的刀锋战士 也可以说是一个无下的战斗仿生人 在一次组织的反抗中 你担任起了与这的统治者 马拉进行最终决战的众人 却不幸被暗算 并将你扔下了高塔 在高速追悼中一排钢架将你撞到西平 这也意味着这场反抗的失败 但你很幸运 图像显示开始重新绘制 一位在你耳边低语的神秘人救了你 你重新拾起手中的单分子50刀 槽下方的敌人就是一个被刺 只是感觉有其手伸 但并无大碍 接下来你将与这位来自你脑海中的声音 一同杀毁顶层 游戏到这儿就算正式开始了 你不要看这是一款跑酷游戏 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它有着极高的操作难度 其实不然 反倒是非常简单易懂啊 前期你就只需要熟练地跳跃 冲刺 划铲 鱼砍 这四项基本到不能在基本的操作 就能给你带来属于这款游戏的极致快感 你只需要跳跃上平滑的墙面或高尸板 就能在其侧面进行跑酷 划铲的触发机制也是相当轻松 不需要助跑 只需要你按住前进 再按住蹲下就能触发 这便捷到我一开始 其实都不怎么习惯的 这个刀的用法除了杀敌外 还能劈子弹 需要你在子弹飞来的瞬间砍下 对个人预判能力的要求还是有点高的 不然就像这样 不过放心啊 在敌人开枪的瞬间 是会有个细微的提示 在他们的枪口会亮起红光 然后就看见操作了 冲刺呢 只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一种是能使你快速在墙上或地上 朝着你按键的方向 冲过一段距离 周围的空间也会迅速随之压缩 复原 其余玩家视觉上是一股强烈的速度感 第二种就是游戏的一大爽点 当你在半空中按下冲刺 会进入子弹时间的一个慢动作状态 这个效果主要用于躲避敌人向你射出的子弹 在此期间 你能快速地向左或右进行移动 也起到了个在你一时混乱后调节缓冲的作用 直到能量耗尽 或是你松开按键便会向前冲刺一段 可谓肉眼可见的爽快 结合上动感的BGM 外加主角在跳跃时时不时帅气的舞蹈动作 简直了 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些 就可以说是贯穿整场游戏的基础操作了 别看就这单单几项 结合上一些游戏机制 其实就够你玩出无数花样了 在你不断地熟练运用这些能力后 整个游戏给到你的体验 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爽 你就会越不满足于 只冲制 闪避子弹 划蝉 砍杀 这样保守的打法了 开始尝试如剑圣般的穿行于刀剑火光之中 在不断快慢间切换 招架 杀敌于无形 确实 你可以尝试在B站搜索一些大佬的操作 真的就是快到你都看不见他出刀 敌人就倒下了 一通操作更是行迷流水 看到这儿啊 你就会说了 我上我也行啊 其实不是怎么回事 你可能忽略了游戏困难的标签 游戏中呢 你与敌人除了三个boss外 都只有一条命 他既给了你一击必杀的快感 同时也给了敌人一击必杀你的痛 那些带有远程攻击的都像是开了锁 你只是走入跑动 闪避还要说 要是在空中充斥造成了失误 那基本上就只能重开了 所以游戏都不断推进啊 出现的怪会变得更加多样 从手枪到冲锋枪 直接朝你扎过来的 到举着大盾朝你开枪的 需要与之拼到的武士 到成群的自爆兵等等 这样很多时候玩着玩着 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场景的设计上 也会开始不断刁烂玩家 会多上了许多你只需要点击右键 甚至可能还不需要的交互内容 是一个不断加快游戏节奏的过程 但作者并不是在恶心你啊 更像是在强制性的让你变强 由于中只要有战斗的场景 他都会给你安排上多条可进攻路线 与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敌人 来到一个新的场景 第一次武艺都是即兴发挥 照常来说不出意外都多少得出点意外 这样你得在不断的失误中 找出一条完美的通关路线 但这条路线跟着每一位不同的玩家 必然是会有所不同的 给予玩家的是一个高风险 高回报的满足感 整场游戏中 玩家还能取得三种拥有时间限制的不同能力 让时间变慢的效果 能使玩家跳得超高的 还有扔飞飙的一个效果 同样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游戏的机动性 与一些关卡融合 更能给玩家带来许多惊喜 比如这个桥段 需要玩家选择失去飞飙 再沿着墙面行走 消灭前方大片敌人 是不是很有忍者的即视感 除了带有战斗的外 由于中还有诸多只需要跑酷的场景 这些场景大多都是设立了床中障碍 这个不像是拥有战斗环节时 那么多选择了 更像是未来那种 需要玩家的速度达到一定的时间点 掌握了这里的节奏才能通过 但怎么说呢 大部分难度还是相当适中的 不过最难的 往往采用的就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这个在赛博空间里最终关卡 其中有一段需要玩家逆想 穿行于两侧金色墙壁之间 直到抵达镜头的弹簧处 在这里只是单纯的按跳跃是百分百行不通的 需要玩家在跳起后 使用冲刺将身体靠过去 放早了你很有可能就直接冲下去了 放晚了可能你节奏就乱了 起初只用键盘过这关 差点给我的手按废掉 幸亏有个手柄才慢慢磨过去的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赛博空间 玩家每通过几个章节 就用来到一个装置面前进行连金 由于中的设定是恢复程序 其中也确实是啊 这里不需要你跑酷了 之后各种乱七八糟还有点难度的意志解谜 有类似于连接线路的玩法 穿过一排不断旋转的不规则方块 还有鬼打墙等等 需要你在其中收集几个核心 然后开启去到下一个区域的数据门 完成后可获得新的能力加成 新的能力安放板块 于中这个能力提升说实话有点意思 就像按插一体一样 每个不同的能力都会根据功能的不同 以大小不一的俄罗斯方块形状出现 根据你的需要将它放到右边有限的空间中 如何最节省的放入最多的能力 就成了一道有趣的难题 其中这些能力有提升冲刺的 劈子弹能弹反的 但更多还是技能的各项加成 这个技能也是会随着玩家在一整个流程中 不断进入赛部空间中逐个获得 由于中一共有四个不同的能力 闪现能瞬间击杀旗舰的所有敌人 风暴能在手中射出一股脉冲 击飞敌人 也能弹反飞带的一切子弹 机翁是发出一道横向的剑气 最后一个则是黑科技 能直接黑掉一个敌人 朝队友发起进攻 但你要说这些能力有用吧 确实帮助还挺大 你要说它没用吧 似乎我玩整个流程好像是没怎么用过 也许是我太菜了吧 在高手的手中 那无疑是个锦上添花的玩意儿 由于中的boss战 也是巧妙的结合上的跑酷元素 并不是说你砍砍砍就完事了 由于中一共有三个boss 第一个是一个防御装置 基本上没战斗 全程跑酷躲避激光 利用绳索攀上最高层切断电线 不能说折磨啊 只能说相当折磨 一共有三个形态 一个比一个难啊 需要你躲避的阻碍也是一个比一个多 还要更加快速 第二个boss和你一样是个忍者 这里就是以战斗为主了 开始的第一阶段较为简单 需要你与他同时攻击 相互挡下数次后 他并会失衡 这时候你才能砍伤他一层 接下来他会迅速跳向周围 需要跑酷才能抵达的区域 然后向你发出远程攻击 这时候就需要你想想办法 再次靠近他与之过招 他的招式也会发生改变 之后几个阶段也是如此 就是会变得更加狂躁 最终boss呢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前面两个有含金量的 就是需要玩家不断躲避他的攻击 再触手试相隐时将来引向电箱 造成短路后逐个转断触手 几个阶段难度是依次堆叠 看得出作者是真的累了 毕竟后面还有大堆折磨人的跑酷观察呢 游戏的画面呢 则是相当正宗的赛博朋克风 场景选择在了一个狭窄的承载塔楼当中 空间布置的紧密 中金属感十足 在你的不断上升中 也少不了经典的霓虹都市 所带来的夜之城即视感 永远有积水折射光线的地面 氛围是相当到尾 但更多还是一个昏暗冰冷的室内 从底层到上层的过程中 我们完全看到的是一个 经全力战争摧残到无药可救的垃圾废城 可能是因为故事主题的缘故 本作并未去凸显一个上下的贫富差 其次游戏对赛博空间的刻画也是有点意思 各种嵌有芯片线条的方块 错终构建而成 有着信号微弱的波动 像极了重病毒的电脑 后期也有无法日式山林中的风格 很有一种另类的意境感 在游戏出色的玩法下 它的剧情也是一大不容错过的内容 世界观背景可谓庞大 宏观上讲述了人类未来的命运 微观下是一位失忆仿生人 根据神秘人引导一路复仇 找回自我意识的故事 其中主角这条故事线的发展其实很简单俗讨 一共只有三个可加的对象 你脑海中的创始人 反抗组织的幸存者 还有最终boss马拉 游戏的讲述方式全靠主角与他们之间的对话 说实话在快捷的战斗跑酷中 我们往往都容易忽视掉这些对话 这个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老好人的形象 向你介绍了这里的一切 一直说着必须要干掉马拉 并在这一路上对其疯狂稀老 但在与这位幸存者的交谈中 他似乎触动了你某个关键的开关 最终来到天台将马拉击败后 当他骂到你是个傻逼时 就知道不出意外是要出意外了 好家伙啊 直接一个烂熟的反转 这个创始人复活你 只是想要占据你的身体 开启全新的时代 最终在一段我要裂开了的跑酷后 主角觉醒了意识 创始人不想死在一个工具人的手上 说出了杀了他 你也活不了这样的经典台词 但主角还有一刀刺向了这个老反派 并说道 我他妈的叫杰克 当他回到现实 程序开始终止 获得人性的他 在这一刻也许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一切都晚了 伴随着逐渐撕裂漆黑的画面 游戏结束 就问酷不酷兄弟们 玩得我是整个人都造起来了 虽说是熟套啊 但这个结尾果断就和这场杀戮一样 爽得干净尼罗 留下的是无限值令人思考的哲学变题 这绝对是一款短小 而令人震惊的赛博朋克佳作 那么以上就为本期视频全部联网啦 小时分感谢各位可以耐心看到这里 我是沙昂部主管人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